进加股份 公司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被立案调查 进加股份公告 董事会于2022年4月14日下午 收到公司总经理侯旭东先生通知 其于2022年4月1日 签收上邮现监察委员会签发的关于对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乔鲁宇先生进行立案调查 并实施留置的通知书 公司总经理侯旭东先生 考虑因乔鲁宇先生不参与公司具体经营环理 其个人判断乔鲁宇先生被立案调查事项与公司无关 且不影响董事长正常履职 顾未向公司董事会报告 4月14日 由于董事长乔鲁宇先生 未能出席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22年第三次会议 总经理侯旭东先生认为 董事长乔鲁宇先生已无法正常履职 因此向董事会报告上述事项